大家好,我是少年 抽烟有害健康 这几乎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可抽烟有错吗 抽还是不抽 这并不是个问题 那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不妨你听我说 尼克是一名说客 也是美国烟草协会的高层 他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让更多人吸烟 也就是俗称宣传 而这家公司 还要是一专法律学者 他们的作用就是抓法律的控制 熟成辩护 可尼克不仅要宣传 同时也需要辩护 因为想找查的人士太多了 所以电视台特地邀请了尼克作为嘉宾 还请了一位肺癌的青少年 节目主要的内容 就是探讨青少年该不该抽烟的问题 而大多数的民众大胆是反驳抽烟 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就更不用说了 可尼克却见到偏风 将话题转移到了另一个方向 营造公司主要就是需要客户 如果抽烟容易害死人 那营造公司就会少一个客户 可是社会舆论局天天说 抽烟会害死人 就那些天天喊着金烟的人 才会想让抽烟的人早点死掉 而有能力在媒体上宣传这些金烟活动的 几乎都是在做和金烟有关的利益 以及商品 这样一来 话题就扯到了机构利益上 这番谈话角度刁钻 完完全全就是在诡辩 撑完一大堆之后 然后说自己公司 要透露大笔预算 进行宣传抽烟 有害健康 这样一来 观众很多就认为 没毛病啊 这是良心企业 而至于宣传 如何做呢 那就拼几好莱坞巨星 在一部大片上 抽上几口 华丽的烟圈吐两个 这些姿势搭配一下 这样一来 销量绝对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可不管尼克的主意 出的有多么的优秀 功劳 也几乎都是被他的领导拿走 所以现下的时候 他总会跟两位朋友 投造公司的魄石 而这两个朋友 同样也是在做销售 他们三人卖的东西 其实在道德上 自徒真的 害死了很多人 可这一切 都是为了生活 不然谁会喜欢做这种工作 虽然经济优越 可尼克家庭方面 却有点差强冷意 妻子已经跟他离婚了 他们有一个儿子 在开家长会的时候 尼克的职业 还让所有孩子唏嘘一番 因为几乎所有家长 都会告诉他们 吸烟 是会害死人的 可尼克并不担心 他走到一位小女孩 面前反问他 你的模型职业是什么 医生吗 科学家吗 你为什么不去 质疑你母亲的话 他说的这都是对的吗 孩子 就该要学会独立思考 敢于质疑 才是成长的关键 妻优越 就这样出现了 尼克从来不跟你证明说 抽烟 会不会害死人 但却舍到跟孩子 要独立思考 只要他说的这个点 被大众认可 小部分的那些反对声音 也就被淹没在浪潮中 评你还别说 这些妻优越的学生 还体无惯定 可老师却看不下去了 只能赶忙住之 虽然已经离婚了 和对于儿子妮可 他可以说是 全心全意的投入 他没有得到 儿子的抚养权 但却得到了监视权 他总会告诉儿子 一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不是唯一 那么你只需要一个论点 只要让别人觉得你对 那么恭喜你 你就是对的 因为这个世界 从来就不存在对错 一切不过就是需要 合理的论点罢了 所以 在母亲不讲儿子跟妮可 有太多接触的时候 他立马反驳说 这次即将和父亲 去洛杉矶学习 是很有用的 父母不都喜欢儿子 能够多学点有用的吗 那行 这一趟旅行 可学到很多 可如果你觉得学习 没有比你给钱的 设障碍 太太想法重要 那当我没说吧 他也学妮可一样 找一个点 将主要方向 放在他学习上 所以 儿子成功地得到 和妮可出行的机会 他们这一次 要去和制片人商量 宣传的事情 好在对方 也很理性 仇业有没有危害 我不管 只要有钱 有利益 有创意 那就能够合作 可说得很好听 制片人还不是害怕 摊上舆论 所以在题材方面 都是准备科幻系列 这样一来 如果有无知的群众 大家负面影响 大家可以说 这些都是虚构的 他们公司并没有提上仇严 这些商人 可是一个比一个鸡贼 要价 还高得离谱 就远已经得了 飞来的老明星罗杰 都败倒在金钱之上 他早就对这些草商 横着路骨 所以暗中搞了不少麻烦 可是那一跌跌的钞票 很快就让他闭嘴了 也不是没有人掌握他商量 只是口头吃票 还不如眼前为时 不铃不铃的大钞 可是好东西啊 而为什么会这样呢 儿子曾经也问过尼克 为什么要推广香烟 难道他自己心里没数吗 香烟明明真的会害死人 可父亲的回答 总结起来很简单 因为生活 另外 经验确实是有害健康 可有些人却真的需要他 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 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你需要合理的解释 就像你认为巧克力味是最棒的 可我认为是香草味 我想证明香草味是最棒的 有点难 可我想证明巧克力不是最棒的 就强对 很容易 只要你错了 那别人 自然而然就会认为 我说的是对的 转移焦点和论点揭露 才是关键 而很快尼克 就说些麻烦了 一位吉祥商卫的参议员 在暗中陷害了尼克 因为他为了拉票和投机所好 不断打压 香烟生产 可尼克实在是太能说了 所以他被绑架了 不过幸运的是 他没死 他身上当时被贴满的接银贴 大量尼古丁 露清了他的身体 原本这种量 其实足以自私 可是因为尼克 自己也有仇言 所以对于尼古丁 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就这样 尼克利用这一点 开始又一次催去香烟 舆论一瞬间 就倾向了尼克 因为他得到了观众的同情 可没过多久 尼克就完蛋了 因为 一位美女记者 为了逃出他的新闻 于是不惜 将自己主动送出 在情欲和肉欲的双重魅惑下 尼克全招了 一瞬间 所有观众 都在唾弃尼克 尼克 也即将从神弹 被拉下来 他面对尼克 雄恩的质问 女记者 只是说 我没想害你 只是要还房贷车贷了 听到这个回答 尼克就熄火了 因为他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看着这件 消沉的父亲 儿子终于走不住了 他告诉尼克 你为什么懒受啊 你做的这些 本身就是说客 该做的事情 就像有些律师 会谈我饭了一样 只是道德上该不该做 女记者 不也同样用了 下三弹的方法 套出你的话吗 可你在这行里 是最棒的 没想到 从来都是自己对别人说 自己也有被人说的一天 尼克突然知道 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了 反正 他也是孤身一人 既然他能无情 那就别怪我不一 大家 都是为了生活 我又没有违反职业道德 以前骂自己的人 还少啊 于是 尼克将女记者 主动头发送抱的事情 说了出去 经过尼克的诡辩 他反而成了受害者 能不能更加关注于女记者 对职业道德的操守 毕竟两人的工作环境 可是又大有不同 毛头一下子 就转向了女记者 从而尼克的那些破事 就会慢慢的遗忘了 现在 尼克的地位又一次复然 参议员决定主动出击 在党听证会上 他强烈要求在香烟盒上 设施一个骷髅头 可宁可依然不慌 据数据统计 美国的杀手是胆固醇 而胆固醇的由来 更多 是甘闹 甘闹的沉地 正是参议员首手的州 难道 甘闹也要被打上骷髅头吗 那得多少东西被打上骷髅头啊 抽烟却是有害健康 可你为什么老要阻止别人抽烟 别人抽不抽是自己的权利 妮可不跟他们讲这个会议的主题 一次又一次将话题扯开 将逐点达到关于人生自由的层面 于是 对方只能将话题打回 打门 少保护青少年 可是妮可却收出让对方 无理反驳的回答 学校的存在 是教会孩子如何成长 如何辨别好害 包括父母 同样也是 青少年抽不抽烟 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利 而不是单高一个骷髅头 就能阻止的 这需要靠长辈的教育 于是 参议员问到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二次长大后 想抽烟的话 你会怎么做 他说 他会给他买一包 如果他想的话 聘明感谢你抽烟 这个世界从来不准在对错 如果强势的法则就是在告诉你 高尚的人不一定就不卑鄙 而卑鄙的人就不一定就不高尚 有时候为了生活 你不得不屈膝下跪 和人活在世 虽然追求很多 可几乎所有人 都是在完成责任 每个年龄段都有该旅行的责任 至于如何旅行 那就是你选择的权利 也就是人三自由 所谓的道德 不过就是一个精神枷锁 人无完人 一旦枷锁被解开 那就是释放人心 自无的开始 影片动办平均8.0 一筹因为没见 加速有来升了哲学 对 或者错 你自己应该有评判的资格 只是 这个世界终归需要一些规则 总而言之 对或错 不过 就是由人来评判罢了 到最后付新年第一职了 他能为了生活 其实还不如更好的 去教育儿子来得重要 我是少年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